周世明或旧伤复发与世明无关 妻子曾称其视网膜上摸个洞 12月21日下午2点 周世明及妻子到达上海灯销机场 却被发现此次现身机场的周世明身体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据媒体报道 周世明走路需要妻子染营影及助力搀扶 在遇到一个柱子时 周世明并没有发现前方有义务 而是直接撞了他 彼此也不不适 目前周世明已经被送往上海某医院 他的妻子染营影也发现过程 今天对我来说是很糟糕的一天 暗示其父身体的出现问题 得到此消息之后 记者拨打周世明妻子染营影的电话 但一直关心 一名圈内人士告诉记者 据他了解 周世明本次应该是旧伤互发 还是之前失望膜的问题 和失明没有关系都是老伤了 早在2014年 琪琪然营影就曾表示 周世明早现发现左眼的失望膜有个洞 并于2014年6月30日接受了手术 而其本人当时也表示看东西有些模糊 美国的医院说是视网膜上不过小空 很多拳机活手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美国的医生帮我把小空给补上了 在手术之后 医生建议周世明延迟自己的比赛 但周世明在拳红之后 依然决定比赛急去 并于当年的7月份 拿到了自己首脚腰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